如果到了夏天想要到小琉球遊玩的話 小心 現在七月一號開始 有三個地方要來交所謂的保育費 夏天一到 民眾又湧入小琉球 潛水探索這片美麗的海域 這得來不易的自然生態和海底生物 近幾年 因為每年超過百萬的登島遊客 富裕速度緩慢 環境也受到負面衝擊 因此屏東縣政府公告 從七月一號開始 包括山浮 渝城伟 杜仔坪等三處潮間帶 收取每名遊客60元海洋保育費 會關專款 專用於地方的生態調查 以及民間團體的保育計畫審查等等 三個潮間帶被列為保育示範區 限制同時間300人進入 而且只能行走在規劃的旅海步道 每年的12月一號到隔年的3月31號 全面禁止進入 都是為了讓海洋生態能夠修養生息 我覺得很合理啊 因為每個人 就是有付錢的話就會有人幫我們維護環境這樣 幫海洋啊 或者是沙灘做一些清潔的費用 包含說維護管理 60元保育費 未來遊客在超商就可以購票 小琉球為了環境生態以及永續發展 將成為全台第一個收取觀光保育費的 離島鄉鑿 記者 林安平 屏東報導 總統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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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